好 這應該可以了吧 今天呢 終於要來跟你們分享 我的 空瓶分享 因為它 應該也算空空上 因為這一次的東西 都是好用的 基本上應該是用完的都是好用的 我怕有人會想要問 臉上這個亮亮的是什麼 因為我怕我會忘記 唇膏跟打亮是這個 唇膏的話是peripera的 18號 是之前有分享過的這一支 然後外面會在疊擦 mabellin的699 我是這兩支疊擦在一起 然後臉亮亮的這個是 蘇苦心的打亮棒 那打亮棒它一定是膏狀 然後它是濕的 那日系的膏狀我覺得都會比較油一點 for拍照的話 我覺得可以 就是暫時性的 我自己是覺得這支的顏色非常漂亮 它是101 但我不確定它是不是限量的 看不到 我再拍給你們看 它是這種膏狀 然後膏底本身看是會有點綠綠的 可是擦在臉上非常漂亮 就是這樣 就是油油亮亮的 好 看起來皮膚會非常好 我覺得我冬天應該會用欸 好啦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今天的空瓶 這次大概這樣 然後還有 還沒有裝進去的 這一次的卸妝非常多 因為那其實就是你最常用的東西 那會有一些 老面孔 就是應該上一支影片有看過 它已經 它就是會一直存在在我的空瓶上 那我就先從卸妝開始好了 這次大概這樣 我先從卸眼唇開始好嗎 一樣是BO類的卸眼唇 之前有介紹過 我覺得它卸得非常快 然後又乾淨 不會太油 然後又卸得很快 那因為我很常用一些比較 難卸的眼線 或者是睫毛膏 那它都可以卸得很快 然後又乾淨 所以我自己比較喜歡 但上一支影片有講過 就是之前有人說過 它會眼睛它卸得還會刺刺 可是我不會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是好物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它會比Maybelline的卸眼唇再貴一點點 它有時候也會有 買一送一或者是第二件絆架 它跟Maybelline 我覺得是會 腳替使用 再來就是Tom Ford的卸眼唇 Tom Ford的卸眼唇也是很好用 然後 因為有一個客群 他們是很習慣用香奈兒的卸眼唇 我還蠻推薦你可以去用用看 Tom Ford的卸眼唇也是蠻好用的 油度好像跟Biole的差不多 因為這也是有一段時間我有點忘記了 再來就是去光水 這是OPI的專業去光水 我覺得卸得也蠻快的 然後 卸得也很乾淨 然後手不會油油的 但是也不會到很乾 因為通常卸完去光水的時候 你就是 最好就是可以趕快重水 因為 它的成分 盡量是不要留在假面上會比較好 就是我覺得算基礎 然後 卸得很快 這樣子 所以 兩罐 這個是正品 所以它就是比較小罐 是60ml的 這罐的話 我記得它卸完 它你的手 上面就是會 有擦保養品的感覺 就是會油油的 這樣子 你的指甲周圍不會 不會乾乾的 這樣子 還有什麼卸的 喔 有一個 就是我之前最愛的洗臉的 就是Cannebo那個洗臉 黑皂 那一條我是把它剪開來 然後 裡面挖掉 裡面 裡面要用得非常乾淨 因為真的很好用 我一滴都不想浪費 所以那個我已經剪掉 然後我老公就把它丟掉了 因為他想說裡面是空的 所以 它就丟掉了 但那個的話也是空瓶紗 這次妝年輕的話 我也會想要再去買這樣子 再來是卸妝膏 一個是Elements 一個是Avalon的 應該是這樣唸 那我其實 用Avalon用了非常久 至少有 不 七八年吧 大概都有用這個 大概都是用Avalon 然後跟卸妝乳 那我卸妝霜 我不會一直用 像我說淡妝的時候 我就不會用到卸妝膏 我會用卸妝乳 那除非是那天的妝比較濃 然後臉感覺比較髒 我才會用到卸妝膏 我最近卸妝乳一直沒有去買 所以我就是一直用他們家的 就是一直去用 想說就還有 然後剛好現在要換季 所以 但之後還是會用卸妝乳 因為如果你只有擦防曬 或者是很薄的底妝的話 我還是建議就是 可以分開一下這樣 這一罐我覺得 因為他們後來有出那種擠壓的 跟顆粒 一顆一顆的攜帶型的 顆粒的 是我的皮膚不太適合 就是我用了一次之後 就大爆豆 是我的膚質跟那個產品 不太適合 所以我就用了一顆之後 我就不敢再用了 但是我也有朋友用 他們覺得還蠻好用的 所以真的是看每個人的膚質 跟使用的喜好吧 那我的膚質就是真的會比較喜歡 霜狀類的跟乳狀類的 所以我的膚質如果跟你差不多的話 你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這種卸妝膏 它比較像是 卸妝跟洗臉去角質一起 因為它會有一個卸妝筋 處理一次 它不用再卸一次 所以對我這種很懶的人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非常方便 所以我很喜歡用卸妝霜 像他們家的話就是 會乳化的很快 可是它的味道我就比較不喜歡 但也不會到討厭這樣 就是我會回購 但是如果以香味來講的話 因為Avalon比較像是精油的味道 那它的差異是 Alimax它的乳化比較快 不用天然的成分油 那它的質地比較好推開 卸碗裡也比較有保實感 那缺點是卸妝筋不好用 很容易卡色 海洋膠原精油卸妝膏 我用了比較容易長小粉刺 因為對我來說太滋潤了 那大馬式格玫瑰的味道也比較好聞 那我自己用了也比較不會長痘痘粉刺 你夠的話我會選大馬式格玫瑰 那Avalon的話去角質力比較強 那它的味道是草本精油香 那在卸的時候 會有一種皮膚很好呼吸的感覺 它的卸妝筋也比較好用 缺點的話是使用礦物油 需要多一道熱腹的動作比較麻煩 但我用起來皮膚感受度都很好 也不會長痘痘粉刺 所以我自己的話是比較偏愛Avalon的 這是韓國的牌子 然後它就是做這種 捏膜片就是圓圓的然後你可以貼在臉上 這樣子 它的優點也會是它的缺點 所以它優點就是它幫你都泡好了 一整片在那邊你不用在那邊倒 或者是什麼它夾子也有 然後蓋子也有 就是很周到 但是呢它的缺點就是你用到 但因為我東西很多啦 如果你是每天很勤著用的話 可能不會有這個狀況 那因為我東西很多我都會交替用 所以這個用到最後大概三分之一 左右的時候它的味道就會開始變 因為它已經把它的化妝水跟精華都已經倒進去了 所以它已經接觸過空氣之後 它就是會開始做一些變化 所以它的味道到最後其實不太好聞 但如果你是很常使用的話就會很適合啦 那給你看它的正反面 可以看到它有一些膠織的格紋 敷的時候是敷比較平滑的那一面 會不會回購? 我不會 但是如果你是每天都會用 然後你是非常懶的人 是可以的 再來化妝水呢 是三瓶 這樣 而且這次有兩個 是台灣的品牌 簡單的玫瑰青春露 他們家都是植物萃取 那這一瓶的話是精露 所以它的保濕效果非常好 他們非常推薦師傅 我也覺得師傅效果不錯 可是呢 師傅效果就是會比較傷本 因為用的會非常快 但是如果你單純拿來做保濕 第一道的話我覺得可以 那它的味道也非常舒服 這個也是玫瑰的 這個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如果在觀望的人可以試試看 因為台灣的保養品其實現在非常多都做得很好 可是它就是下面有一點點 最後就是壓不出來 看 看不到 這個也是台灣的牌子 它是年齡 然後它說是雪露 它其實本人 它是會上面那一層是白色的 下面那一層是透明的 然後你要把它搖勻之後 再做使用 我自己用起來是覺得他們家的品牌 東西很好用 可是一直都打不出廣告 所以我覺得蠻可惜的 就是我那時候算用的還蠻快的 就是我那時候算用的還蠻快的 他們家有出雪露 然後金露 跟它有一個油 這三罐都很好用 就是皮膚吸收度會很好 然後保濕度也有 就是很好用 可是就是沒有什麼人有用過 或者是廣告一直沒有打出來 這樣我覺得蠻可惜的 我一起講它的精露好了 它的精華就是 它的精華擠出來會有 一點點很像凍狀的感覺 可是 不是 它抹開來之後 皮膚就是會有一層 就是保水度很好的感覺 然後也不會覺得油膩 也不會黏 就是 我覺得很好用 就是我真的用蠻快的 這樣 我春夏秋冬用都很好用 然後它也不會起雪 所以他們家的妝前 你使用也是沒有問題的 它的油也很好用 我出去工 因為油其實會用的比較慢 因為每次油大概就是用 最多最多就是五滴 所以它現在是放在我化妝箱內 可是 我每次使用 大家都是會覺得 味道很舒服 然後吸收度也很好這樣 然後後續上妝也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乾肌使用我覺得非常好 或是 你要拿按摩什麼都可以 不會有任何刺激過敏 我沒有用過一個摩特爾 他有皮膚過敏的問題 所以 我自己也是 我覺得用起來非常好用 台灣品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我覺得 還蠻好用的 再來就是one thin的化妝水 是買魚心草的 他們家是說可以混搭 假如你是買魚心草跟雞血草 你可以混著用 例如說 3滴加2滴 可以放在面膜 然後就是可以全臉膚 就是有點像是 美容師幫你調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自己是不太喜歡師膚啦 說真的 因為師膚只是 當下立即會有感 可是他長時間來講的話 我覺得沒有那麼必要 就是除非你是化妝前的話 我覺得可以 可是你最好還是在晚上做修復的時候做這件事情 會比較 比較是在做真的深層保養嗎 嗯我不會講 就是你妝前師膚比較像是 立即急救當下趕快幫你做緊急補水這樣子 最好我覺得還是晚上在做面膜保養這件事情 我覺得才是根本這樣子 好扯很遠 反正這個化妝水 我會不會回購 我覺得 不會 可是如果人家送我的話 我會用 不會不好用 也不會難用 但就是普通 它沒有讓我的皮膚過敏 長奇怪的東西 然後妝前也可以使用 但是 亮點我覺得沒有 就是我覺得 算普通啦 但是 如果你的皮膚很容易過敏 或是很容易長小東西的話 這個應該是可以 這應該可以過關 因為 我自己是沒有長什麼小東西 然後用起來也算舒服啦 就是 但沒有到特別保濕這樣子 但普普通通這樣子 但算還ok啦 當下用的時候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現在回想起來 有別的東西這樣子 攤開來就會覺得 它比較一般 精華液這次是這四罐 那 我先從 ASOP的講好了 這一罐是 呈銀面部精華素 呃 這個 這個應該 這個 這個我記得最後是我先生 用完的 他們家的 臉部保養 我目前還沒有用到 很好用的 就是我覺得他們的 居家系列 我可能會一直回購 因為相分的關係 你就會覺得 好像用他們家的東西 家裡都會是那個味道跟那個形象 我真的是 用不懂 就是 我覺得 用在臉上很黏啦 然後 不會有舒服的感覺 我先生用 他也覺得這個好像有點黏 但是 他還是把它用完了 因為 就買了就是要用這樣子 所以這罐 真的 不會再 回購了 我覺得台灣的品牌 也比這個好用 就是 嗯 再來就是 香提卡的 花顏活膚精華液 這個 我有點忘記 我上個影片有沒有講 他就是 我家裡大概 囤了三罐吧 就是 我早上會用 然後晚上也會用 給你們看 他原本是長這樣 裡面 有點像有什麼科學 實驗的感覺 他裡面就是益生菌 質地跟這種管狀的不太一樣 這種管狀就是 他會比較 流動性 那他擠出來的話 他其實是 比較 嗯 有點像是 水乳液的感覺 只是他是透明的 那他們家的話 就是 嗯 都是紫萃的 他擦起來 在臉上的質地很好 也是不會黏 然後 嗯 也吸收的進去 然後後續跟 面霜 類的 都不會打架 然後早上 晚上擦 都很舒服 所以 這個算是我 固定 一定會擦 而且 無論我皮膚什麼狀況 就是 例如說他 我現在 長痘痘 或是 長奇怪的東西 或者是我去給人家 清完粉刺 臉上會有那種 很多 小疤痕的時候 我擦他 我也不會覺得 有負擔 或者是 臉部舒服 不會 他非常溫和 所以 這個是我一直會回購 就是 他會一直存在 在這個系列裡面 再來 也是香提卡的 這個是 鑽石精華 這個呢 我以前用的時候 皮膚的 亮度 隔天會提升非常多 而且皮膚的質地 看起來也會很好 然後 看起來氣色也很好 這樣子 鑽石精華液 跟鑽石面膜 都非常好用 但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最近 皮膚比較敏感 我最近用的時候 皮膚會有 一點點 他會長那種 一兩顆 小粉刺 所以這一罐 我最近就 比較少用 但是還是會用 但如果你的皮膚 是健康的 你是習慣用這種 抗老類的精華的話 你一定要試試看 因為這一罐真的 皮膚亮度會提升滿多的 我自己很喜歡 好 再來 最後一個是 STERN 應該是 STERN吧 德國的牌子 它是玻尿酸 雙效精華 這怪我自己很喜歡的是 因為我剛剛有講到 我前陣子就是皮膚 不知道怎麼顧 就是會 好像看起來皮膚很好的 其實現在是皮膚好的狀態 那皮膚不好的時候 我也是會長很多 那種很小的 或者是有時候生理期 會長一些痘痘在這種 很痛的地方 還有前陣子我的額頭 也會長一些那種 不知名的 不知名的小粉刺 就是那種 沒有頭的 應該是過敏 我會用他們家的玻尿酸 成分滿單純的 然後用起來也是舒服的 可是呢 它單用的話 它會比較 你會覺得它吸收非常快 它成分好像一下子就吸收進去了 所以有時候 要嘛不是它的量要多一點 要嘛就是你的乳液要上得快一點 要嘛就是呢 把它混別的精華液一起 我通常都是這個 用完之後就是會趕快上乳液這樣子 皮膚還蠻舒服的 雖然剛上上去會有點 就是好像臉就是被吸進去的那種感覺 但它不會是那種擦上去 你皮膚好像很水很亮這樣 不是 它就是感覺就是 就是擦上去就是吸進去這樣子 然後它 因為我用過別的 我用過別的玻尿酸 皮膚會很容易長一些小粉刺 但它完全不會 所以那陣子我皮膚非常不好的時候 我就是會擦它 因為我覺得很安全的感覺 然後擦上去的確皮膚也沒有長什麼東西 再來 今天好像很快結束耶 再來是 Bobbi Brown的 維他命面霜 這個應該 我IG應該推過蠻多次的啦 然後 Youtube我不知道 但就是妝前我就是一定會用這個 好熱 妝前我就是一定會用這個 因為它的霜 因為其實有些乳液跟霜 有時候就是會比較會跟底妝打架 但是它這款霜本來就是做妝前 其實平日也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平常夜間用可能會不太夠 所以這個的話我蠻推薦妝前保養的時候做會蠻剛好的 然後主要是它出油之後會跟那個底妝融合在一起的那個質地我很喜歡 就是真的是有那種奶油肌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也是會一直回購的東西 然後它有一個很香的那種柑橘果香味 所以在上妝的時候幫人家上妝人家會覺得這個很舒服 或者是味道也會讓它放鬆一點 因為其實有時候幫人家化妝的時候 就是盡量要維持現場的氣氛是比較鬆的 因為這樣拍攝起來才會比較順利 因為有時候如果model太緊張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就是進度會比較慢 然後就會比較delay一點 就不能準時下班啦 這樣 所以盡量就是在化妝的時候幫人家化漂亮 然後讓人家輕鬆的上場這樣子 貓 身體的呢 這個 也是剛剛這個卸妝膏的 然後這個是深度滋潤牛奶身體乳 好 這罐呢 這罐我覺得用起來很特別的是 它有一個寶寶粉的味道 就是那個嬰兒爽生粉的味道 那它不是像一般乳液 它不是那種比較水的乳液 它是擠出來會比較稠一點點的乳液 但你抹在身體上面它就是會有一種 很像擦寶寶粉的感覺 可是又不是那種乾爽的寶寶粉 那個 嗯 材質蠻特別的 然後它擦在身體上的味道非常舒服 就是那種爽生粉的味道 再來是 也是乳液 他們家乳液真的 非常好用 這罐是比較for夏天 因為它會比較水 然後擦在皮膚上非常舒服 不會有 也不會有黏的感覺 吸收度也非常好 好 它要睡覺了 你要睡了嗎 你要不要睡 要睡嗎 有嗎 睡覺了 你要陪我嗎 我很好用的是它擦起來皮膚不會黏 然後吸收度非常好 也沒有味道 是皮膚科醫生推薦 所以這個就算是敏感肌的人用也是可以的 那我自己腳是會有一點濕疹 所以我都用這個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夏天擦我覺得擦起來很舒服 睡覺也不會黏 就是它吸收度非常好這樣 熊熊忘記它的名字 我有加到購物車 荷納法蕊 荷納法蕊的洗髮精 那這個是石螺均橫髮玉 這一罐的味道比較特別 它就是有一點草味 它是真的草味 它不是 有 就是有點草味 然後我剛用的時候 覺得有一點像 我的貓沙的味道 但是 但是我先生說那個味道它喜歡 可能這個味道就蠻中性的 剛一直洗的時候會有點不習慣 因為會被它的味道影響 但後面洗得很好用 是因為它 它洗的時候我覺得還算好起泡 就是洗完梳的之後 那個頭髮也是順的 也是滑順的 就是不會讓我頭髮膨膨的 因為像我上次買的那個LUSH的洗髮餅 它就是會讓我的頭髮隔天洗完會膨膨的 就是 嗯 可能因為我頭髮也是偏多這樣子 所以 我隔天洗完頭髮膨膨的就是會覺得 好像有一點難整理 就是它沒有那麼滑順的感覺 然後這個滑順是 我是用他們家的這一罐 然後我沒有用 護髮 就是 它的亮度就大概是這樣 兩周護髮一次吧 可是我是用那種 護色 護 護色護髮 這樣子 我沒有特別去用護髮這樣 然後 這罐是我用起來我會回購 可能我會回購別的味道吧 但是他們家的 目前用起來我覺得 這大罐都是我用完的 所以 我覺得很好用 就是推薦給你們 欸 欸 很難看欸 不要好不好 可以不要嗎 可以不要嗎 可以 好啦 這個是烏卡的 TOPCO SHINE 這罐TOPCO 我也是用了非常多罐 它是我用過 因為我以前不知道這個牌子 我就是用OPI的 我想說OPI是大牌子 所以就是 只會買OPI的 然後 不會買別的牌子 這樣子 然後是那時候呢 他們 烏卡新上市的時候 公關就寄了一份給我 然後我就 開始 無限回購 因為 這罐SHINE 是我覺得它擦起來 第一它很快乾 第二它可以讓指甲 變得很亮 而且是 很有質感的那種亮 再來一個最重要一點 就是它的TOPCO 非常薄 因為你知道OPI的 就是很厚 然後擦起來就是 又很慢乾 你有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我就想說 可能是所有的指甲有的 這樣子吧 因為我之前也有試過 那種有機類的TOPCO 也是 也是在開玩笑 這樣子 然後這罐是我 目前會 唯一我會一直回購的TOPCO 然後我這次還有買它的 BASECO 跟它的指甲的 呃 精華 就是我會一直回購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質感真的很好 然後如果 你也是有一點 你也是喜歡自己塗指甲油的話 你也可以去試它們的指甲油 我覺得那個質感真的不太一樣 就是還蠻日系的 然後有一些很小的細節在裡 你第一次要接觸它們家的話 我還是會推薦你們買它們的TOPCO 就是 就是我前面講的 它可以讓指甲變得非常亮 然後也很快乾 所以我非常喜歡 再來呢就是我 這一年 我自己有用的眼線膠筆 這樣 艾杜莎的04 這個顏色真的是我的最愛 因為它不會那麼吃眼神 因為我是這種 內霜 就是我張開你看不到我前面的雙眼皮 但是後面會有一點點這樣子 如果是平常啦 我還是會用這種比較淺的咖啡色 我不會用到黑色或是深咖啡 除非有些妝或顏色 我工作需要的話 我可能會用得到 但平常我真的就是用這個顏色 因為它不會吃掉我的雙眼皮 因為你知道雙眼皮如果 前面比較看不到的話 然後你要用很深的話 你前面看起來那個雙眼皮就是會更淡 就是前面這邊會更淡就對了 所以這個 這個就算畫整條 我也不會覺得被吃掉 然後還是會有眼神 眼神看起來很溫柔 不會黑一條在那邊 所以這個顏色我很喜歡 這個是Deja Vu的眼線膠筆 這是深咖啡色 兩支都是 它很好用的是 我覺得它也非常適合新手 因為其實像剛剛這種細的啊 就是這種細的頭的 很容易有些人 新手用的時候 它很容易會不小心會戳到眼睛 所以這個我覺得新手 我來講的話會有一些困難度 那我一剛開始在教學的時候 後來發現這種 比較扁平狀的 就是它是這種 扁平的頭的 我覺得對新手來講 會比較簡單 因為它有一個靠著的地方 所以你只要在靠著的地方 那邊來回塗的話 它就會很好上色 而且這個也不太會暈 所以這個 我還蠻推薦新手 然後或者是一些很容易暈的人 用我覺得也很適合 這個我自己也很喜歡 兩支 再來是 Mark Jacob的眼線膠筆 這個是咖啡色的 我非常喜歡 第一它非常不會暈 第二它顏色非常漂亮 它這個顏色真的調的非常的漂亮 我是涂到它完全轉不出來 其他還有一點點 其他還有這樣涂涂一點點 看不到 但是這個就是完全是平的 它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可是它一支就是好像要1500左右 我是那時候出國買的 然後那時候是塗在手上 就搓 完全搓不掉 我就想說 嗯那麼神奇 我買了兩支 我買了黑色跟咖啡色 黑色早就被我用完了 然後咖啡色的也非常好用 我非常推薦 而且我 我下次出國的話 我想要再買它的藍色 它的藍色非常的漂亮 然後咖啡色也很漂亮 黑色也很黑 我自己很喜歡 但就是很難買啦 就是很少平台 通路會買得到 這樣 推 OK 好 再來就是 Excel的眼線膠筆 這個呢 我覺得也是好用的 在愛杜莎還沒有出這支之前 我非常喜歡用這一支 它的顏色比它省啦 但我最近就是比較喜歡用愛杜莎這個顏色 但這一支也是好用的 就是 也是可以試試看 會不會回購 嗯 最近不會 當然特價的話會 可是它們家又不會特價 你知道 常常去城市有做什麼特價 或者是清倉什麼的 完全不會有Excel的事情 Excel完全就是 價格非常的硬 可是又很好用 你就只能買 你又不能怎樣 今天 今天 結束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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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像一隻小老虎 好啦掰掰 掰掰 你看 來嗎 有隻小老虎 才好 有隻小老虎 呃 是 роз 火招了 沙律 火招二 伸磨